来看看那么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关注的中国大陆两会呢 其中一场被说是最受瞩目的其中一场记者会 就是外交部长王毅的第十次外长会议 90分钟吃到饱随便问 他尤其对于中美关系也回答了蛮厘清的一段 这个还蛮呛的一段话 听听他的谈话 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 美方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单边制裁的清单在不断地延长 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果企图在人工智能上也搞什么小院高墙 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 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 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 对美国喊话之外 当然这几天南海不断地有一些规模不小的冲突 但是现在暂时控制住了吗 没有再扩大 所以这个问题被问到的时候 王毅讲 他说南海今天是世界上最安全 最自由的航道 不允许善意被滥用 也不接受海洋法被歪曲讲的一样重 他说对于蓄域侵权 我们依法正当维护 警告欲外国家不要挑事成非 南北韩也一样 南北韩他说谁要借朝鲜半岛的问题 要对冷战对抗的倒车来做这种回头事 就要承担历史责任 会付出巨大的和平破坏的代价 台海问题当然我们台湾最关注 他说谁想搞台独 就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同时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讲的都很重 引火烧身 如果个别国家执意 要跟台湾保持官方关系 这也是一个很重的话 保持官方关系 就是干涉大陆的内政 至于乌克兰 当然也谈到了 乌克兰的问题要回答 乌克兰问题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 坚持触和谈这件事情 做的一切只要有一个目标 就是为止战和谈铺路架桥 中欧关系也谈了 什么都谈真的是无所不答 3月14号起会对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 卢森堡等等 这六个国家实行 这个免签证的政策 当然也是要让 这个中国的游客 可以再度的回到 这些国际上去 要给中国公民 公签证便利 也呼吁更多的国家欢迎 那这样子带来的 这个经济利益 也要更开放门户的概念 那当然这样记者会被形容 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就已经排满了记者卡位 那么各国记者都等着王毅 表示这一场记者会受到的关注 也果然对于六大的重大议题 都没有再回避 全部都还蛮呛的 而且有这个正式代表官方的各种回应 那其中当然中美关系 他刚刚讲的蛮重 但是在晶片大战之外 当然是没有办法 更进一步的温和的来处理的 那么美国的手段制裁跟围堵 希望 现在传出来美国希望加码制裁 Bloomber报道里面是呼吁荷兰 德国 韩国 日本 就不只他们自己要围堵 也要求这些国家 一进一步要收紧各种限制 那么防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 甚至切断供应链 器材的供应 不过他的建议 据说在这个报道里面说 包括荷兰跟日本 都还蛮冷淡 冷处理 没有要跟进 甚至有匿名消息人士说 部分盟国反弹 你们要我们管制 要我们围堵 结果都是未见其利 先见其害 建议美国重新考虑有关措施 美中的关系 贸易当然很紧张之下 放异额也就急剧的下降了 根据统计 现在整个美中2023年的 相互销售金额 已经下降了17% 那么戴琪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我们知道他相对鹰派 他就说 这反映了美中的双方贸易发展 多元化的积极讯号 看起来好像是好事一样吗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面 美国国会议员 雕球因为已经有1.7亿院的 美国人使用TITO 所以他要求中国要切割 切割什么呢 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控制工具 美国不能容忍 这个是美国议员盖拉格 所以要求母公司 字节跳动 半年内要把这个城市 跟中国大陆的厂商做切割 这个法案由联邦中原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多位议员 共同推出之后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说六个月要完成 就这样 有没有办法限制这样的厂商的作为 大家来观察 让哥先观察一下 在这次外长会议里头 对重大爱题都做的回应 所展现的讯息 这盖拉格11月之后就不选 谁理他 这个我不知道美国国会 怎么可能针对单一公司来立法 这在台湾是不行的 侵害了 他怎么可能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单挑一个个案来立法 而不是立一个标准 台湾不可能这样立法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提这样的法 我觉得你提这样的法 大概也不会有人重视 因为美国立法也很少这样立法的 哪有针对个案 你个案是行政权的问题 绝对不是立法权 王毅士他的演讲就 我觉得他就隐约表达了 这个南海有小马可士 东海有尹熙悦 台海有赖清德 这些地方都造成了 跟中国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绝对跟领导人有关 这个在文在寅时期 哪有这种问题 对不对 在杜特地时期哪有这种问题 台湾 台湾当然是最近 这个金门事业闹大了 不然在蔡英文执政的前七年 也没有这类的问题 我觉得他大概隐约感受到 美国想方设法在制造各个领域的矛盾 那当然人工智能也是新的一项 就是科技战 美国已经越来越明显 要求连透过云端交易的人工智能 都不能够交易 所以王毅讲这个事实上就是表示 他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 他也不可能阻止 他只是在提出警告 可是美国就是要这样干 我认为今年到年底 尤其在川普现在超级新协议 大概已经确定成为候选人 反中还是最基本的问题 基调 只会更激烈 不可能缓和 当然被美国希望能够参加 反制中国联盟的国家 是不是要加入 美国不一定会得逞 比如说我们讲荷兰 日本 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他们也会就他们的利益来思考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经济真的不好 经济都已经在不好了 你还要扛我的订单 这像话吗 事实上你这个清单还没有列完 美国现在连对电动车都有意见 因为他做书人家 反正美国就是对中国大陆 进展太快的项目都有意见 进展的速度超乎他的预期的 特别有意见 比如说华为 非党不可 那这个未来 当然这个比亚迪也会变成 视为眼中钉 可是美国这样的氛围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基调 你到底还能撑多久 那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事实上 中美贸易的降低 就意味着中国大陆 可以靠别的市场来撑住自己 他不一定都要靠你的市场 不是吗 那这个时间再长一点 我觉得美国就会知道 他事实上是很难得逞的 彦老师 当然美国大选候选几乎快要底定了这个情况之下 显然中美关系是很难在王毅记者会里面其实都呛得很重的话了 我觉得王毅这边他这个记者会受到矚目 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六年了 从2018年到现在 大陆真的深刻的觉得 这个打压 这个制裁 这个围堵 是很具体的实大实的人 因为当时我人在大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中兴跟华为被制裁的时候我人刚好在大陆 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因为那时候我认得的朋友很多人对美国印象好的不得了 现在突然之间大家都明白了 而且的话我觉得在明白这个过程当中 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 美国本身自己不会下来 但是他会用他的力量围堵 用他的盟邦围堵 刚刚你讲到什么台海 什么南海 又什么东海 什么越南菲律宾 包含印度在内 就是整个围堵的政策上 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当棋子 美国就给他们美金 就这样子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现在整个西方国家 都完全用议会的方式 用国会议员乱提案 今天你没有提到中欧关系 最近欧盟通过 不承认的大陆跟台湾隶属同一个中国 就这样子都明白的 王毅本身来讲算是不错了 但谈这个问题还同时开放 给欧洲几个国家免签 欧洲这几个国家根本就没有给中国任何免签证 现在中国本身要出去的话 都基本上受到了很大打压 这个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然后第三点的话 这个大陆本身在这么长的时期已经做好 所有厉害的产业 包含华为 比亚迪 什么TikTok 把字节跳动什么通通话 他们都做好切割的准备 包含字节跳动的本身 他们也注意到 目前这个情势再发展下去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未来 而且大家会知道 这个川普来的时候 中美关系只会更糟 不会更好 而且原来有一些想法都很天真 什么戴琪长得像中国人那样 什么什么的 通通是做梦的 包含黄仁勋在内 我跟你讲坦白的 包含张东摩在内 打压的力道 正是因为它长这个样子 所以要加强 要加强打压 给你那种感觉 就我们非常忠于美国 你不信看到时候的发展 整个过程当中 伤心的事情会一件一件出来 不过久了以后 慢慢就好了 为什么 就是彻底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人家要跟你搞双输的话 你就要避免 所以说大陆目前的政策 非常注意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打压我 我中欧的关系继续拉拢 中美的关系可能没什么起色了 但是基本上让最主要 我觉得大陆原来对西方 有幻想的人 那么他们必须要丢掉幻想 要准备斗争 因为这一场被阻绝的战争 是发生在大陆表现得很被动 不过现在基本上 在认知上来讲 我所有认的人 基本上对于我讲的观念 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就是说你身为中国人的 悲惨命运又继续发生 就是这个情况 目前这种情况就这个样子 委员的确在全会里面很受 两会里面很受关注 王毅却是少数 唯一一场是问到保 记者怎么问 西方国家 欧洲国家的记者 怎么问都可以 这六大问题 其实每一题 他也都谈得重要的重点 这样子 这个21个问题里面 我们把比较重要的问题 除了你提了这几个问题之外 我们大致把它归来 这只有一个问题 这中美问题 的确 所有的问题不就是美国吗 把美国因素拿到这些问题 需要这么回答吗 全部就是一个美国 所以谈这个问题 以及说是多多少少 不管在哪里 就是把中美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今天美国 2020要选总统 对美国讲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不是两颗烂苹果要选一颗 是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有48的人不喜欢拜登 有46的人不喜欢川普 所以说这个国家选举完的结果 就是有一半的人是不会喜欢的 那有没有能力改变 这个现象有改变吗 民主政治到了今天 不是变成笑话了吗 这个笑话就是说 我告诉你民主有多美 然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 读书的时候老是这样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 民主的弊端 由更多的民主来解决 结果美国用更多的民主 选出来是什么 大家都认为不行的人 他就是出现了 民主党内部也不希望拜登 但是还是拜登 共和党的内部里面 也不希望川普 就是川普 那美国的国民就不喜欢这两个 但也只能这两个 这就是美式民主 那你告诉我 这个说我是灯塔 请你来跟着我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 跟今天这样一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你可以说 他今天有很多的问题 但你必须承认 他面对问题 他是有能力来解决 今天美国最大的特殊是 他有很多问题 然后呢 不解决 光硬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 这样子两个竞争的结果 不要看今天谁嚣张 时间会给你证明 输一定是美国 这我可以 这个不是民族主义的情绪 这是年底性的客观来讲 就几个例子 TikTok 这个要跟中国瓜哥 不要讲那么多 叫拜登先退了 拜登先退就是了 那讲到他卖拜登的时候 你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正在用他旧选举 人家拜登在骗你 下了满多预算 这个提到那个是共和党 不管那是什么党 这个东西 还有戴琪的这个讲话 这标准的把中美之间的贸易 伤势当喜事办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大幅的降低 因为你看芯片的进口 减少了多少 对 主要是高科 芯片的进口减少了多少 而中国大陆在全世界里面 所有的贸易交叉 是变成了第一名的区域 又增加了多少 所以美国还在那边讲这个 看起来好像一副 很高兴的样子 这个标准 把商事当喜事来办 好 今天这个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他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会 那也是感觉上面 是正面的杠美国 他特别是用四问 来问了美国 我们来听听看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 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 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 国际公理何在 美国如果执意 垄断价值链的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 不能再允许谁的权多大 谁就收了算 更不能允许 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 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 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 平等参与享受权力发挥作用 听到王毅对于美国的一个评论 就说你这个大国的信誉自信 甚至是这样只让中国大陆留在低端 你到底这样的一个大国在做什么呢 甚至还回应了布林肯的餐桌说 因为餐桌说就是布林肯当时讲 你如果不是在餐桌上的话 你就是在菜单里头 所以直接回应了他 你不要觉得谁拳头大就谁说了算 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美国的直面的硬刚 那我们看一下他还提到了 就是在南海争端 他说奉劝某些区域外的国家不要挑适 甚至还一定要这个选边站队 感觉上面讲的也是美国 就是这边就是我们台海或者是说南海 这周遭的不平静是不是都跟美国有些关联 他提到了他说美方错误的认知还在继续延续当中 美方对于中国大陆的错误认知 仍在延续而且所做的过去的一些承诺 双方见面的一些承诺都没有真正的兑现 还提到了现在美国不断在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制裁 他说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哪些的制裁呢比方说现在彭博也提到了 美国呼吁日本 德国 韩国 荷兰 要加紧阻止中国取得半导体的一些技术 等于说在晶片上面大幅度的要围堵中国 就是半导体不可以买到最新的技术 所以逼得中国大陆现在都是自己在生产芯片 比亚迪现在大举进军到澳洲销量翻倍 因为他享有一些补贴还有减税的优惠 最重要的澳洲觉得说可以免去高油价之苦 他们没有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设置这样的贸易壁垒 在印度这里比亚迪也推出了第三款的电动汽车 而且起售价是5万美元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 这非常优惠的价格 所以也带动了在这边的汽车领域市场 开始有他的电动车的市占率 也开始不断的在往上提升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美国的空军部长 他提到了 他说现在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美国的空天军的重大改革 应该要因应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在西太平洋的战争威胁 他说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因为现在解放军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要赶快改革空军 否则恐怕很难面对到 这个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了 那的确这一两天大家在讲的都是 中国大陆的第四艘航母 现在已经有消息说已经快了 而且这次的命名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看 就第四艘航母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取名字 这个取名位是什么 是取名法呢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对吗 对到处肯定会跟你们公布 到处未有 因为没下水 他就不能对外公布 一旦下水 现在晚上炒得最日子 就是这个四川道 一旦下水了 他就会呼呼了 那我们会用什么准则呢 我们会用什么准则来命名 这个航母的准则 就是命名 航母就是以省来命名 对 以省份来命名 所以大家有很多的一些猜想说 这一回到底会用哪一个省份来命名 作为他这个第四艘航母的名称呢 金融时报还提到了说 这一次在两会里头 有看中国大陆的军事的 这个军备的开销 他说事实上呢 其实总军费开支 应该比起官方的预算 大概还要再高出 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 也就是说对外讲出来 那个七点五的占比 应该不止如此 那的确中国大陆也是全面的 正在备战当中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解放军去参与两会的人数 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的记录 那这两天我们节目上 特别点出来 李强他在这个 昨天的报告当中 讲到了 他用统一取代掉了和平统一 也引发了这个中外的媒体 甚至外媒特别在解读说 是不是一个动武的讯号 但是呢 昨天这个习近平又重申 谈到了两岸 他说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他把和平放了回来 也让外界好像比较松了一口气 他甚至讲说要团结 台湾内外的爱国力量 也就是说他要明确的来区分说 台湾哪些是台独分子 哪些非台独分子 而不是因为的就是可能被外界解读说 是不是要动武 用武力统一 那今天王毅的附和也是表达了 要支持和平统一 他说迟早会看到 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照片 他可能也是想说 用比较温馨的方式 就是两岸如果是和平的 这样子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国际社会 更加支持这样的一中原则下的全家福 会有这一天吗 我们来问问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 现在目前王毅 对美国的这一番喊话 我想王毅 当然他讲的话是 抑正言辞 也是中国跟美国关系的 一个现实的写照 那事实上美国是用的时候 是激烈的竞争 可是这个竞争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竞争的话 比如说我们打球的话 打篮球 篮球规则 对不对 还有裁判 对不对 足球也有 但是我看美国 今天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基本上是用到现实主义的 国际关系的理论 是所谓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竞争 所以无政府状态下竞争 也就是说既有的国际规则 是完全免事了 比如说贸易方面的制裁 我觉得现在 因为我以前曾经在 日内瓦WTO服务过 那边很多朋友 现在说全世界 大概现在挫折感最重的一个 政府兼国际组织就是WTO 因为它发觉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贸易国 当然就是说最大的贸易体 美国 已经把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踩在脚底下 然后还吐痰 然后你是全世界束手无策 然后美国的手法是非常严厉的 它让你这个 所谓的这个 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法院 它让你瘫痪 我就不同 因为WTO是共事决 我就是不同意 让你这个法官的任命 所以他把你这个WTO 都给你瘫痪掉 那另外一方面 所有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 基本上都违反WTO的 基本规则跟原则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王毅他的用语 已经算是怎么讲了 像我们中国人讲话 已经算蛮重的 可是你会发觉 他句句都是实话 反应都是现实 我们看到的 他们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脑袋都突出了很多 具体的图像 我觉得就是说指出 对方的这种动机跟作为 是一回事 还有就是说你有什么方法 对策 对 要对策 还有对他未来的预期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对未来预期 我从来就认为 像美国是用 现在是用所谓 丛林法则 跟中国大陆进行竞争 基本上才刚开始 因为事实上 美国在过去对付 他的对手的时候 不管是英国 或者是 或者是日本 或者说贸易上 对他有这种 或者在这种各方面 他有威胁 都是有这种手段 除非把你打垮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未来美中关系 是主导权 不是在中国大陆 而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会不断的出权 而且出重权 中国大陆是 站在一个手的方式 怎么样扭转 这个基本上 一个攻一个手 这个局势 就看大智慧了 这个是 可是我们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个局势的话 因为这一场 这个 两个巨人之间的斗争 一方 斗志芳心为爱 一方说 我们何必要打呢 可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方面是不会听的 美国还会继续出手 所以我们对 国际情势的判断 要从这个观点来看 会比较接近现实 好 来请教杨老师 王毅其实就是回应 最近美国 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主张 然后具体的政策的变化 其实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跟中国要 就是决斗到底 然后竞争到底 那你看 他们说 5G玩不过中国了 那现在就直接跳过5G 找了10个国家说 我们来共同的发展6G 超越中国 然后过去讲 这个碳排放 或碳中和 以及气候变迁 那发觉到 对他不利了 对不起 有劳工因素 所以我不玩了 然后新人员车 发觉到中国 现在掌握到 不只是核心技术 电池 以及全球的销售 那开始 又说 符合共和党的一个论述 气候变形没那么严重 欧洲这边 是不是2035年 要取消掉 这个就是 可以用内燃机的规定 那因此呢 基本上其实 等于又不完 做个电动车 那不让美国做电桩 充电桩 那当然你就 电动车 这个卖不好 所以 其实美国一直都是这样子 当他玩不过你的时候 他在讲公平贸易 当他可以有实力的时候 他就讲自由贸易 那关键就是说 当他现在不断的喊中国 已经是经济见顶 而且变成下一个日本 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的时候 可是呢 他又开始在喊菜单跟餐桌 那最近就有一个 美国前驻华的外交官 叫Robert Daly 他在90年代初的时候 曾经驻中国 做文化方面的外交官 后来一直都是学界 在智库 他说 我们的主张即使中国做出改变 完全照我们的宪法 照我们的法律 但我们仍要限制中国的发展 这个主张跟信仰无关 不管信仰如何 我们都必须加以阻止中国的发展 因为我们不想有竞争的对手 哪怕中国重新陷入贫困 也在所不惜 所以这个就很清楚 国际政治的一种 就是霸权的争霸 那你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经济 美国排第一 中国排第二 如果照PPP的话 中国排第一 美国排第二 那第三是遥遥的落后 那这个基本上 他就要打压你 这整个中国 后来王毅应该很清楚 他只不过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用一种 让记者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做这个抱怨 让国际更知道 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 大致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好 余政委员 这个其实就很明显 对美国反正就是 他就是当老大 那任何有可能挑战他的 或有可能接近他的这个地位 威胁到他的地位 因为在国际的局势来讲 美国算在西方的世界里头 一直可能都是扮演著 领袖的角色 那以全球一百多个国家来讲 事实上在比如说非洲国家 或是一些国家里头 事实上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大陆影响力 事实上还是比较大的 那美国当然是不能容忍说 有一个国家的崛起到现在 可能跟他平息平坐 但是他可能从三年前就开始 做不管 应该是四年前了 就从这个我们说 军事也好 外交也好 甚至最重要是科技也好 就各方面就在 当然就阻拦着这个 中国大陆影响力发展 但是这个可能也有点 尤其像比如说我举科技来讲 在美国境内 就是在美国境内 针对这个很多科学家 如果跟大陆的往来比较密切 甚至用检查的力量去说 起诉这些跟大陆 比较关系密切的科学家 说你们可能涉及 什么泄密 什么这一类的 这样的情形 然后再以技术的转移来讲 禁止这个国家 这个技术 那个技术移转过 移转到中国大陆 或者跟相关的 他们的业子合作 但是从久来 从来中国大陆 毕竟有14亿的人口 毕竟人才还是辈出 我以前在那边念说 我觉得聪明人真的是挺多的 人多当然是优秀人也多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他这样的压 就是有点要打压 也不大 不大可能改变到最终的这个结局 但是美国的人 美国也是很优秀 因为美国也是各地的 民族的熔炉 所以这个竞争 还是会一直是在持续 我们要回头来看 我们国内就是说 刚刚街道所说的 的确是我在2022年去 我也去瑞士 我就去WTO 代表团那一区 代表团 罗老师 那是 罗昌发 他是大使 前面駐美大使 然后的确是 就是 美国把整个国际仲裁 仲裁的机构都瘫痪掉 他就不同意 那就 没有办法运作 但是我们国内 我记得那时候 刚好一直在发生这个大陆 就禁止什么 不让这个什么 凤梨 民主凤梨 什么 例子 凤梨 还有什么 自由释迦 凤梨 进步释迦 还有什么 好几个东西 香蕉 不让他进到大陆去 我记得隆委会一直告诉 我们说 那我们就投诉到WTO去 这诈骗台湾人民 因为这个组织 其实这个投诉这个机构 已经没有功能 不是 不是在运 已经没有在Function 就是已经没有在运作了 那是因为美国 就不让他运作 所以他这样子 事实上 也不让百姓知道这些事情 他就觉得说 好像我们可以 在世界上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事实上就不是如此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来 那时候 好 来关注一下两会 现在人家讲说 两会看起来好像是 两岸暴风雨前的宁静 李强他首度发表 政府的工作报告 涉台议题重申 九二共识 和平发展 统一这些关键词 并且罕见的提到 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他说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来的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讲完之后 全场响起了掌声 为什么这么洞见观瞻 就是因为现在 惊吓的这种紧张态势 所以中外媒体都很关注 现在两会里头提到的 两岸的关系 那看起来 就是借由李强这一番话 来定调了 坚决反对台独的 这个分裂势力 而且以九二共识 是为最大的一个 这个涉台议题的一个基准 那我们另外也看 李强也有对美国喊话 他说 聚焦和平反对 霸权霸道霸凌 推动建构 建构新型的国际关系 他以异常复杂 来形容过去一年 面对到的国际环境 他说 中国持续全面推动大国外交 以及成功举行了多场主场外交 而且要推动建构 新型的国际关系 反对这个霸权式的方式 在国际上面横行霸道 那感觉上面 就是台海问题也在喊话 美国啊 不要继续 好像有意无意的 当背后的引武者 那还有王沪宁的政协报告 也提到了两岸融合的发展 就是软硬兼施啊 那他的工作报告当中 提到了社台的内容 提及两岸加强产业合作 以及打造共同的市场 圍绕加强这个产业合作 来推动两岸的融合 是他们另外要做的软性的工作 那还有这一次的两会关注点 有几个点 比方说这一次的总理记者会 是停办的 因为过去有些外媒会讲说 这个是中国政治开放的象征 这个总理记者会 其实已经有30年来的传统了 外媒形容说 这是一个开放度的一个标志 但是没想到 却听到了人大的发言人楼勤俭 提到说这一次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无特殊情况下的话 那未来几年人大也不会再举行 总理记者会 让大家觉得挺讶异的 毛宁就突然说 这个记者们也不用对于 有没有总理记者会 去做一些解读担心 他说是没有必要的 另一个焦点就是 关注点 就是李尚福没有出现 那楼勤俭提到 他说因为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 所以这一次他也没有办法 来参与两会 以及还有解放军的军费 现在看起来 同比增长了7.2% 李强提到了 他现在过去一年 国防跟军事的建设 取得了新的成绩跟进步 人民军队出色完成 担负这个使命任务 那这个支出楼勤俭讲说 比起美国这种军事大国 还是少的很多回应了这个国防预算 增加的这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这一次的两会 大家非常关注到说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立场 软硬都已经表态了 还有周楚除三害 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非常的红 非常热门 在很多的平台上头 都有这样子的热点 比方说小红书的热点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唱 周楚除三害里面的一首歌 叫新造的人 大家都会唱那样的短影音 在抖音上头 视频榜 影视榜 他也是占到了第一名 有1.6亿的热度 还击败了热辣滚烫 热辣滚烫 我们之前讲说是春节党 非常红的一部电影 热辣滚烫 贾玲妍的 现在还要延长它的上映期 没想到周楚除三害直接封神 那他们就说 这是一个年度风魔之作 比起风神还厉害 直接冠上了风魔 话题量到了3.6亿 在微博的热门话题上面 昨天几乎周楚除三害 在榜上大概就罢了5个词条 所以是非常的热门 甚至还有人讲说 怎么看到里头 那个演反派的那一位医师 怎么看起来 长得很像蔡某某 一看到他就出戏了 那其实我有看一下 他的剧透就是说 他好像一开始是演艺时 后来才发现他也骗人 这刚好这样的一个角色 一个骗人的角色 跟蔡英文有点像 那微博也有一些影评 就把这件事情 跟就是周楚除三害 跟台湾的政治连结在起来 他就说 对岸的未治安系统 破案效率低下无能 追凶的能力低下 也涉及这些什么黑团的这种打击 涉黑团 这个感觉好像打击不力 以及邪教组织横行 对于社会的腐蚀无孔不入 为当局任其发展 感觉上面就好像 这个中央地方一直在勾结 就反映出来 他们觉得看到的 像是看到台湾的政治 还有他说 对岸的媒体 对于重大案情 存在严重的失交跟误判 好像讲得起来 又像是这种国际情势 比方说像惊吓的问题 很多媒体 是不是有刻意在带风向 所以他们看了 是周楚楚三害 但是他们看到更多 感觉好像说 看到了台湾的乱象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大陆热议 就是有这样子的讨论 可是在我们的PTT 也同样很热 他们热的点是不同的 他们热的点是说 怎么可以丑化台湾 是有一些台派的人 就讲说 这个周楚楚三害 怎么感觉 超级政治不正确的 甚至有一些绝亲 觉得很恨 怎么可以这样子丑化台湾 所以一个周楚楚三害 在两岸还有这样 不同的一个讨论 我们先来问一下 賴老师怎么看 这一次的两会 真的是两岸暴风雨前平均吗 到3月10号截止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担心了吗 我觉得 这一次的两会 尤其是我们一开头看到的 政府的工作报告 还有政协所提出来的报告 事实上越来越短 而且其实 谈到台湾的问题越来越短 其实意义越来越大 有几个指标我比较重视 第一个就是 过去比较常谈的是 两岸一家亲 会谈到和平统一 现在和平这个字拿掉了 指下统一了 所以等于是对于统一的方法 原本用和平做一个框架 你把它说成一个笼子也好 把它关在这边 也就是说主旋律是和平 现在这个和平拿走了 也就是说它的空间 就无限宽广了 任何手段 任何方法 只要能够达成统一都可以用 它变成空间大 主动权在中国大陆 然后它的灵活性 它的选择性就更多了 因为它等于是没有再框架了 以前是和平统一是框架 那和平发展还是跟以往一样 但是它有前提 那也就是必须要反对台独 要反对外国势力的干涉 然后促成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 所以两岸之间的民众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要和平发展 我们就必须要团结 站在一起去反台独 要反对外国势力的打压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已经谈得很明白了 另外有关于 这一次政府报告里面 非常明白的就是大陆这边 已经针对美国 虽然没有指明美国 但大家都知道 讲的就是美国 也就是对于美国 采取对抗的态度了 以往还是寄希望于缓和改善 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是 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政府 直接就直接对抗了 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所以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那么这个是中国大陆 已经责无旁贷的事 会团结联合更多的国家的人 来去对抗美国这个霸权 也就是说美国如果再用 常北管辖再用霸权 中国大陆会领导起来 跟大家来一起来对抗美国 我觉得这个部分摆得很明白 最后李翔记者会的取消 我倒觉得他释放出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很明确 一开始有这个记者会 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针对于外国的记者来 尤其是针对于西方记者来 虽然都叫做中外记者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更加侧重 对于西方的媒体的沟通 这个是从江泽民时代 可是现在为什么取消 因为对于西方媒体 他们有偏见的 你再怎么沟通都没有用 所以我倒认为 因为你再怎么跟他沟通 他永远带偏见来写你的东西 他永远是写中国负面的故事 那这样的情形下 取消记者会 不在乎这些西方媒体 一方面彰显中国的自信 二方面就是说 对于你们这些西方媒体的记者 也不需要再去理会你们 你爱怎么写 你就怎么写 我倒觉得在这一次中 这个记者会的取消 其实是有意义的 好 来请教盛峰哥 我想我们真的要用很谨慎 而且要非常严肃的态度 来面对两会有关于台湾部分 两岸部分的发言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再把它总结一下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没有了亲情的呼唤 这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 即使在两岸对峙最激烈的时代 要讲解放台湾的时代里 都仍然有亲情的呼唤 这一次不见了 因为这个时候讲亲情的呼唤 面对现在发生的这个下金门的意外 怎么呼唤得起来 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 这个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安全保障 亲情的呼唤 第二个把一个东西也拿掉了 寄望于台湾人民 寄望于台湾同胞 没有了 不再寄望 以前说台湾怎么做 既然我对你有寄望 我当然就不会有所逾越的作为 但我对你没有寄望 而且话讲得越少 你要越紧张 当我开始长篇大论还跟你说 我还当你当作是一个朋友 我还当你是一个亲人 我还寻寻善用跟你说道理 今天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说理有用吗 不说 短短的接 两岸的问题 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何其重要的问题 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结果在两个会议里面 是轻轻带过 尤其令我最紧张 最在意的是政协 因为两岸的工作跟政协 是极其相关的 这个最相关的单位 在这个关键的问题点上 你看 就这么几句话就带过了 大家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做春秋大梦吗 假如我们有本事 那可以做 假如我们没本事 这个梦还要继续去做下去吗 最后我们来看 大陆的国际关系 在一开始它是两个 两个珠子一个核心 这第一个珠子 那就是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个就是国际关系 第三个 这个圆 这个周星就是维持了 周围14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稳定 基本上他这个态度 仍然在贯彻着 只是他的方法 他的工序箱 他的通知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 以及去讨论了 这个李强有没有记者会 不如想一想 为什么清醒的乌安不见了 为什么记望不见了 为什么讲理的部分 就简简单单几句话带过了 好 来 请教将军 这次中共他们两大会议 其实是值得我们密切去关切 我注意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他的解决问题 是人事的问题 目前很明确就是他的外交部长 目前还是王毅在代理 要不要让刘建超来接的话 可能在这次会议里面 会有一个决定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中国来讲 他是一个全世界举足亲中的 一个大国 所以他外交政策 要非常的慎重 王毅他也71岁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必须要找到有人来接班 后续才能做 不然他一个人身兼两职 确实是对他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人是问题 让我比较注意到的是 他的这个国务委员 他原来有五个国务委员 国务院里面有五个 目前有两个除缺 一个是李尚福 一个秦刚 我想说去年来 洋闹了很大的事情 这两个现在被换掉了 这次的会议里面 要不要补这两个委员 要补什么样的人进来 可能是我们后续可以观察的 第三个我个人比较注意的是 他的军事 他虽然说 其实习近平有讲到 在2035年的时候 完成国防的现代化 虽然这次来讲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 预算同比成长是7.2% 感觉上面好像 跟美国比起来不多 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美国他们也有讲说 中共来讲的话 他这些军费 他很多的成本 他是比美国便宜的 譬如他人事费用 他也比美国便宜 美国一个军人你看要多少钱 对不对 一个军人你要养一个军人 你要养他家庭 他必须要盖宿舍 盖他房子 给他眷属来住 而且他经常住军在国外 所以他人事成本就非常的庞大 另外他的军工产业来讲 制造业工人各方面 这个舰船 飞机的维护维修 也是那个费用成本费 都比中国来讲要庞大很多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我觉得这个数字 后面代表的意义 其实是他快速的增长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我相信他 我们上一节有讨论到 就是他很快可以 有两艘核航母开始可以动工了 所以目标在2035年 他要完成国防现代化 甚至于超英赶美 超过美 现在已经超过英国了 那要赢过美国 其实我觉得在2035年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成果 最后我要讲一下 这个总理取消这个记者会 难免会在人家做文章 对不对 大家会见风查证 这免不了 于是外国媒体 特别看不得你这种事情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李强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人 而且他是对他100%的信任 李强只负责在经济方面的作为 其实他这个中美的关系 还有军事 还有两岸 大部分还是掌握在习近平手上 所以我觉得说 不需要在这方面来讲 他没有取消掉这个记者会 不需要在这方面做文章 见风查证 说这两个人是不是 总理跟总书记是不是有心结 我觉得不需要在这方面做文章 好 我们先休息下光 之后忙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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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